上个阶段杜老师有讲 这波很明显就是技术面 资金面拱起来的行情 景气现在是呈现衰退的 在操作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大背景下 技术面的工具非常非常重要 好 那我们所以这个阶段 就要来检视技术形态了 从美国股市来看 道琼或是纳斯达克 早早就已经站上年限 还有废半 这个波段涨得更夸张 大家从波段的这样的一个涨幅 低点高点来算 差不多也都有至少20% 按照教科书的定义来说 这个已经进入到 所谓的技术性牛市 也包含台股所有的均线 都这样回来了 好 看起来老师 我们表面看起来 好像是转多了 好像是牛市了 那你看起来有这么简单吗 现在来讲的时候 应该是说技术面是转多 他去的网上要做多 那之前我们用基本面看是看的很保守 好 那我们先看台湾 先看台湾50 就是说蓝灯之下买股票 一般买基金或买ETF 那很快跟你讲一下 这个里面半导体占54% 金融占15% 台积电占47.9% 所以你要盯什么 盯费半 费半再涨再跌 是不是带动到台积电的ABR 对 它影响涨跌 然后外资如果它涨 外资台湾会行的买超 所以外资进出 最后看台积电 综合结论 那你就变成说你就做台积电 也解决了 因为它占47.9% 那么就做台湾50 这概念 下个图形里面 南登区买 它是一个操作策略 但是多参加一个技术面 它有底的部分 如果以这样来看 画蓝色框框 是景气公布以后的南登区 两次买点再买 一次买在低点 第二次买在相对的高点 那如果技术面的话 三个底部形态 第一次次国安金进场 是不是一个小W底往上涨 接着头肩底的地方 是整体法人开始回谱的点 那边一路涨到现在 所以只要技术面现行没跌破月线 这目前就是一个偏多的 所以由技术面来看它是偏多的 是 景气蓝灯去买它是一个策略 但是不见得完全是对 那国际股市如何往下看下去 因为刚刚前面倒出来是国际在买 所以这边先给各位结论 NASDAQ上涨压力 记起来34281要等它突破 目前没有上去 所以包括美国营业务不太会动 NASDAQ在下跌了37.8 跌成反弹 费半跌跌成最弹的最多 你只记这个数字 好 下图 你觉得道琼它有机会冲关吗 目前看起来是没有 没有吗 看起来全球的资金现在很热 美国散户一股脑都在冲 因为它只跌了22.4 所以它没有跌成反弹 所以因此在那边是不是 在那边是不是卡在 所以反而会变成是一个压力了 压力 8月16号 你觉得过不去 一个是这次上涨时 一个是年限 一个是8月16号的高点 它那边没有上去 但是季限没有跌破之前 还有机会往上 好 下个图形里面 跌深的反弹 NASDAQ是不是跌了37.8 所以弹了比较凶 你看图形 所以它是不是刚碰到年限开始震荡 它的压力点是在13181 是不是还有机会 它跌了37.8 所以它现在落后补涨 所以你看纳斯达克还只是补涨而已 是补涨 对啊 还只是补涨 再看下个图形里面37.8的 然后这里面带出来的股票 苹果是不是破底翻 跌破前的低延后坐底往上走 目前MS指标都往上了 所以它是不是在指标是一个 苹果现在业绩并没好 但是它是往上在反弹 等一下 因为过年前 苹果就把那个重要的支撑 似乎给跌破掉了 那时候我就一直很想问 要怎么来衡量这样的一个往下 但是它现在又带起来 它到底那一次的跌破 假跌破吗 假跌破啊 因为下面进去一个打底了 所以它往上上 我们再看下个图形里面 那NVIDIA是不是类似半导体类的 是不是大涨 你看它是不是都在10月那边坐底往上 它都站上年限 站上187.9 没有跌破之前都往上 个股是推到指数了 那这都翻多了 对这翻多了 我们做股票说 我们要看到现在的状况 量价为主 在下个图形里面 那废半在哪里 肺半是不是跌48.6 所以是不是弹得很凶 出现也在这边 因此这边就记住3087 站稳才会上 站稳有可能也会下来 3087 对这都是弹 所以肺半长那么多 它是不是台积电ADR 是不是也要弹很凶 对 它就是推导过来在这一块里面 下个图形里面 那还有弹生空间吗 应该还没完 AMD是不是 这个碰到年线上不去真的压回来 三次碰到年线被压回来 所以目前就停在那边 所以我们再 一直给大家 再看下面一个东西 就知道大家都在做一个 跌最深的肺半的往上涨 而不是说半导体大好特好并没有 就不是大好 它就只是跌深反弹吧 但是我们就要认股票涨就是涨 你股票买了 不要想太多 你放空是不是就被赔钱 你现在就是嘎到啦 对好 所以这边我们就看 美元的 这是美元的空间 下个图形 看图形的 这边请看 美元是不是跌到这边 跌到99.42 弱了 是不是再弱下去 就往下跑 所以那边产生一个 现行之争 现在这个行情 就是老手高手进来 你看都是 记住现行 你不能告诉我说 NVIDIA大好特好 没有就是现行 点灯反弹 美元这边守住 上涨压力 104.6 会卡在这边震 下个图形里面 那台币呢 对 那相对美元开始动 台币跟着动 台币是不是守在哪里 守在前面的支撑 是不是守很好 而且上升的年限为支撑 所以目前 它升值了8.3之后 开始慢慢往上走扁 所以产生一个困难了 如果美元再改变 台币再扁 是外资不进来 又停了 所以我们要盯的是 汇率这个部分 那你觉得美元是真的转弱了吗 因为这关乎着外资接下来 你再跳过去刚才图形里面 美元在那图形里面 技术性 它一个区间的证 还一个区间的证而已 所以它在100块会守住 上去104 短期也不会过去 这边是不是 大家来回动的时候 就产生 台币是不是来回动 资金就产生 现在机长就开始慢慢 换句话说104的那个关卡 是一个重要 它如果突破上去 资金就会反转了 那台币是不是又贬值了 那股市是不是又往下跌了 所以就盯着这个美元 美元 关键点位 蓝色那个大家都要记好 因为一旦突破上去 资金又翻过来了 资金又翻过来了 由这样来看就会很清楚 好 那在技术现行上面 因为老师你刚刚说 现在科技股就是走 跌升反弹 对 好 那现在还有多少 弹升空间 因为确实大家 都涨一段上来了 因为下个台积电 就是只跟大家一个观念 这个线是标准的 527支撑没有破掉 它就往上 因为这边是外资在回补的 所以它只要支应在回补 汇率在升值 它只要527没破 它就往上 那会涨哪里去呢 大摩说700会不会来 我们看吧 量价为决定 好 所以就是两个简单的 第一个就是外资的资金 台币 美元 美元先盯紧 因为如果104 刚刚那个价位 蓝色的价位 如果一突破 资金整个是翻转了 第二个是台积电 你刚刚说527 没有跌破 它就往上跑 好 就两个很简单的方式 到底这一波的电子股 还能够热到哪里 台股还能够推到呢 两大关键 美元跟台积电 关键价位都给大家了 好 所以看起来 最近的科技股 热度真的非常非常火爆 连带有很多的题材 一个一个冒出来 那最近最火的 大家跟上了吗 AI机器人 好 到底是真有前景 还是有泡沫一律的炒作题材 收集一下 继续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